欧国渔船福尔摩沙酋长2号被日方扣留调查 外交部在今天有最新的回忆处理的状况 目前包括了渔船还有船长跟一名船员是在日方接受调查 要等调查告一段落就会放回 而责任的归属和我方渔船有没有越界 也会依照调查报告来做判断 查有这个具体的结果之后呢 应该会有下一步的一个状况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基本的最高原则啊 就是我们的人跟船呢都要平安 那么昨天已经有这个 我们的调科还有一名船员都已经返回了嘛 所以目前我们希望呢 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事件啊 当然将来的话呢 我们希望跟日本的渔权谈判啊 能够有进一步的进展啊 来根本的来解决啊 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 好